小嬰兒打疫苗娃娃哭 台中有一名九個月大男嬰 還沒打疫苗就感染了 新冠肺炎而且還連續兩次 第一次是在7月12號的時候 那第二次是在9月20 隔了兩個多月了 所以應該可能是不同病毒株引起的 醫生說這名男嬰在7月11號時 出現嘔吐嘴唇巴黑 還有呼吸喘活動力差的症狀 送急診PCR陽性接著出現休克 CPR救回後 醫生診斷他是新冠確診 並發心肌炎 7月12到23號 共11天用葉克膜強救 之後透過中細醫雙管治療 9月1號才出院 沒想到因為家人確診了 他9月20又出現咳嗽症狀 再次PCR顯示陽性 CT值15病毒量高 根據英國的統計 全人大概是1%人 會重複感染 那兒童呢只有0.2%左右而已 所以以這個病童來講 如果又是一個猛爆性新肌炎 又重複感染 這算起來可能是億萬分之一的 應該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案例 男嬰確診兩次 還好第二次的症狀只有咳嗽 而根據衛生局統計資料 截至9月21號 台中市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達717466人 其中重複感染的有1752人 秋冬季新冠疫情可能升溫 因此也呼籲家中有6個月以上的嬰幼兒 快點打疫苗增強保護力 也能降低重症發生的機率 華視新聞傳媒謝謝宗 台中報導